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患者亲自领药是中华慈善总会为了确保援助药品的安全发放而规定的 然而这对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这样的情况终于得到解决 开发手机应用软件利用互联网技术 让患者足不出户就能进行安全验证实现他人带领 那么这个过程具体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这一新举措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 首先来看一组数据 据统计为了让更多患者受贿 中华慈善总会自2003年开始就联合多家国际顶尖药企 开展多个药品援助项目 其中的格列卫项目从2003年到2016年12月底 累计救助患者已经达到51626人 累计发放援助药品总价值约290.82亿元人民币 已经在全国设立88个援助药品发放点 多极美援助项目从2007年4月到2015年12月底 累计援助患者25108人 并在全国省市区设立了46个发药点 另外还有伊瑞莎援助项目 特罗凯援助项目 全可力援助项目等等 截至2016年年底 累计发放善款1594万余元 累计发放援助药品价值170.46亿多元 累计新批准患者51776人 我们再来看厦门慈善总会 目前有患者1944人 其中厦门患者693人 外地患者1251人 从2007年至今 累计发放药品价值10亿元 长期以来总会对项目管理规范 操作严谨 审计结果良好 得到了相关监管部门的认可 也得到了患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但与此同时 总会也接到了大量受助患者的诉求 最为集中的反应 就是患者亲自领药的问题 这一天 徐大姐照例在丈夫的陪同下 来到位于中山公园旁的厦门慈善总会 领取申请的援助药品 徐大姐家住泉州惠安 由于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 在泉州没有发药点 她每个月都得到厦门市慈善总会领药 而按照中华慈善总会的规定 援助药品的领取 必须要申请人亲自到现场确认 才可领取 徐大姐说 从惠安家里乘汽车到厦门慈善总会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对于健康人来说 只是普通的一次远门 然而对于腿脚不好的徐大姐来说 这两个小时路程实在让她觉得很奔波 徐大姐说 她家到动车站 坐车只要15分钟 从惠安到厦门的动车 每天有14班 时间是半个小时 来一趟厦门 看着其实挺方便 徐大姐自己也知道 但却坐不了 这个根本坐不了动车 动车我们要体检器 然后到站站的时候 要去平台还要走路 是不是 有的想象 我们会让那个动车在小的话 也蛮有那个电梯 所以爬头爬上 也不方便 由于条件限制 没办法坐动车的徐大姐 每次只能乘低势南下门 而路途上徐大姐又常常晕车 这些情况 徐大姐的丈夫也是看在眼里 腾在心里 很难受的 又阴车 第一个我随便可以坐动车过来 他本人也不用那么辛苦 除此之外 每次打车来厦门 费用前前后后也花了不少 徐大姐说 这是他第七次到厦门慈善总会 领取援助药品 两个人的打车费 一套用一百多元 集资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许大姐的丈夫 一直以来都希望能替爱人 前来厦门领取援助药品 让许大姐少跑这一趟路 不过一直以来 中华慈善总会 对于领取援助药物的规定 都十分严格 要求必须本人来领取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慈善症药的话 它是非常昂贵的一个 也是我们国家海关 重点监控的一个 进口免费的药品 然后我们想说 在这个方面的话 在这个药品援助的过程当中 我们为了说减少这个 国家这个税收的流失 还有我们这个慈善症药的安全性 才会要求说我们这个慈善症药 必须由患者本人来领取 在此之前 由于其他地区曾出现过 取药不成性的现象 因此也导致了中华慈善总会 在援助药品发放上的标准 越来越严格 别的地方的慈善 就是有发生过 就是已经去世的患者 还在领取增药的这种现象发生 据了解 目前厦门市慈善总会 代理中华慈善总会的 药品援助项目有13种 辅射人群在闽西南地区 像徐大姐一样 从外地赶来厦门领药的患者 不在少数 却对于本身已经被病痛 缠身的患者来说 十分不易 像我们在发药过程当中 就会经常会看到一些患者 是推着轮椅过来的 然后甚至是坐着救护车过来的 对于这些外地的患者的话 他们比如说 他们要提前一天去预约医生 开好这个处方签 然后第二天的话 才能到我们这边 来领取这个慈善征药 这样的话 他们反而是经常要住上一天 第二天才能领取这个征药 这次无形当中 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考虑到患者的实际情况 厦门慈善总会 也向中华慈善总会进行过申请 希望通过患者家属提供照片 或者视频信息等手段 来替代本人到场领药 但当时由于技术还不成熟 流程也不够规范等原因 没有得到批准 我们也曾经尝试过 用拍照或者说视频 这样一种方式 来确认我们这个患者的 身份的一个信息 那这个这种方式 毕竟是不规范 然后也不符合我们中华慈善 总会一个药品援助一个规定 那为了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 持续健康有序的一个发展 我们也尽量避免用这种方式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也有不少网友 在互动平台上发来了留言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尚总会帮助了非常多的患者 让他们有了活下来的可能 像这种进口的原住药品 一颗就要好几百块 然后一次要吃四颗的话 一个月就得好几万 餐天累月这么大的数目 普通家庭哪里能支撑 但这药的话 又必须要本人去领 病情严重的患者 还真是有点为难了 而且还有可能会加入他们的病情 需要本人带领的这个规定 确实挺难做的 药品价格昂贵 之前也有报道说 有的地区出现过倒卖 或者是其他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这也说明了发药这事不太好管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能带领就尽量带领 如果在领域的路途中出现了意外 好心办了坏事 那就更不好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一早起来 迎接爱的包包 新邦宝市超薄甘爽 快速吸收 并牢牢锁住尿湿 甘爽长达12小时 住整晚精致睡眠 加入干货挑战 亲眼见证吧 邦宝市 十里蓝山建筑面积约62至155平米 金庄花海公寓 珊瑚环绕 推窗赏花 天风月水 进向最美生活 更有建筑面积约160至180平米 山居院落于自家庭院 进向湖光山所 详询05926368866 一早起来 迎接爱的包包 新邦宝市超薄甘爽 快速吸收 并牢牢锁住尿湿 甘爽长达12小时 住整晚精致睡眠 加入干货挑战 亲眼见证吧 邦宝市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 中华慈善总会看到了 通过先进技术手段 完善项目的可能 在经过了长期的酝酿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 既具有操作性 又能符合项目管理和审计 要求的解决方案 中华慈善总会与科技公司 联合共同研发 针对患者的中词注意APP 和医生的CCPAPAPP 2016年6月 首先针对多几美援助项目 进行重策 经过短期的试运行之后 2016年9月1号 在全国范围内正式上线 随后 格列卫援助项目 也在2017年2月 进行试运行 希望能通过这一尝试 从真正意义上 解决患者随访难 领药难的问题 并为医生 及项目办工作人员 节省时间支出 当然 这也标志着 中华慈善总会 慈善援助新模式的开启 2007年的一天 张女士的父亲忽然晕倒 被送往医院后 检查出患有胃肠肩滞瘤 当时张叔叔马上进行了 肿瘤切除手术 然而半年后 癌细胞转移 从此以后 张叔叔开始服用格列胃 按照中华慈善总会的规定 患者要先找主治医生 开处方单 然后本人凭着处方单 再到慈善总会 领取援助药品 药物很好地控制了 张叔叔的病情 但在与病魔斗争的十年里 药物强烈的副作用 让张叔叔的身体越发虚弱 也让亲自开处方和领药 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开完处方 我每天都要差不多 七点多坐公交车下去 找那个张主任开完处方 然后再坐公交车回来 回来以后再载他下去 基本上就是一个上午 到十二点多才能到家 然后他自己从这边 到那边 到那停车场那边 也要四十分钟 从这边到那边 要走那么久 我们上来才十几分钟 张女士的家在极美信林 住的是老旧小区 没有电梯 由于楼房结构特殊 从家里到楼下车站 要走过许多楼梯和过道 因而每次出门 都需要在张女士母亲的 搬扶下才能慢慢完成 当然麻烦了 其实明明不会走路 这人家给我再过去 像那种受不了 我的身体条件受不了 得到中华慈善总会的援助 张叔叔心怀感激 毕竟没有什么 能比自己的生命延续 更值得高兴了 不过张叔叔这几年 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早日实现 让女儿代替自己领药 今年二月份 好消息终于来了 中华慈善总会 格列位援助项目开通了 网上申请带领 听到了这个消息 张女士第一时间 就下载了手机软件 进行了带领申请 那带领的话 就是说我们就是先 去填一张表格 就是什么患者知情同意书 寄到北京 北京那边通过了 然后他这个带领的功能打开 然后就可以上传 我爸爸的那个身份证 还有带领人的身份证 然后就可以直接去领了 带领了 然后去带领的时候 就是说我直接 直接帮我爸爸签一下名 就可以了 那么如何进行 安全识别验证呢 在中华慈善总会的患者端 中词注意APP内 患者每次领药前 都必须按照软件内的要求 通过手机的镜头 采取患者的脸部信息 并提交中华慈善总会审核 审核通过才可以领药 就是通过他这个APP功能 有那种什么 有一个资格认证 然后通过他那个 扫描他的人头 然后跟着他做一些 跟着他的提示做一些动作 比如说眨眨眼睛 向右转转 向左转转 这样子通过了 然后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一定要见到他本人 还是要经过他本人 以前是本人去让他看一下 现在是通过这个视频让他看一下 有这个人 因为我们这个慈善针药 这个APP开动以后 那我们要求的就是患者本人 他这个家属的话 就是必须要上传他这个身份证元件 上传到我们这个系统 然后患者本人的话 也必须在系统进行一个身份 就是一个刷脸的识别认证 那这个药的话 他是每个月都要来领一次 那所以说他这个 这些的话 他每个月都要 都要 都要做一次 然后每个就是上传以后 都要等到那个 北京中华慈善总会那边 确认完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才能进行一个发药 那患者带领人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必须要携带他的身份证元件 还要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 现场的一个刷脸的 一个识别认证 才可以把这个证药 发到这个药品 这个原住的本人身上 在提交带领申请之后 每次领药之前 点开中词注意APP 发起线上随访 根据页面提示提交随访资料 其中包括患者本人的安全认证 注册医生使用医生端 进行线上审核 慈善总会项目半审核 等发药审批通过 一期的简单操作 就能轻松办理药品带领 目前厦门市慈善总会 代理的原住项目中 有多吉美 格列胃 益瑞沙 三种原住药品 已经开通了他人带领功能 其中多吉美原住项目 还实现了远程医学随访功能 其中包含线上处方功能 最大限度减少了 传统大病随访 给患者及家属 带来的种种不便 线上处方的话 是在我们患者的发药 审核通过以后 那我们的这个系统 就会自动向医生 推送一个剂量的信息 确认 那我们的医生 就在这个系统上面 确认完这个信息以后 他就可以自动 生成我们这个 线上的作用处方 那病人他不用 跑到医院去开处方 直接线上 我们这边就可以收到 医生线上开具的处方 就可以给病人发药 而对医生来说 线上随访审批 节省了大量医疗成本 手机中安装 CCPAP应用的注册医生 均可通过线上方式 对随访患者完成小随访 此前的线下项目 专用处方签 也由线上项目 专用处方签替代 不仅减少了面诊时间 且电子处方签 更便于保存 从整体上提高了随访效率 互联网技术 让慈善变得更加方便 无论是患者端应用 中词助医 还是医生端应用 CCPAP 发起线上远程随访 以及线上项目 专用处方间功能的实现 都为援助项目的注册医生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而对援助项目办公室 和发药点的工作人员来说 更是提高了工作效率 今天是小张第一次 在线上申请他人带领药 很多步骤他还不太清楚 要带领的身份证 和患者的药卡 对 然后每一次领药都要刷脸 每一次领药之前都要刷脸 不一会儿小张就领好了药 很好啊 很方便啊 我那天就是申请了那个刷脸的那个嘛 然后他就通过了 通过我今天就自己来了 如今互联网家的新思维正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能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 让互联网与慈善进行融合 无疑是创造了慈善事业新的发展生态 那因为对于这个慈善总会这个行为呢 我是比较看好的因为确实互联网家和慈善在一起也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也希望呢能够把它越做越好 能够成为我们在互联网应用中的一个一个新的旗帜吧 中华慈善总会用互联网与慈善结合的方式 让慈善变得更有温度更加人性化 目前患者端应用中慈助医和医生端应用CCPAP 正式投入使用还不到一年 专家也希望应用在技术方面 尤其是在最重要的安全识别验证方面 能够更加完善更先进 从而更好的服务患者 然后另外对于这种APP的这种功能的话 我觉得可能在结合我们这个互联网的发展 技术的发展可能还会有更新 因为我们也了解到 有一些重症患者可能在病痛的后期 他的这个脸部会发生就是一些变化什么的 这样的可能跟原来的身份证会不太符合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考虑有一些 比方说现在这个手机也很发达了 红膜识别 现在不是很多这个手机都有红膜识别吗 还有指纹识别吗 那我们可以用了多种渠道 那患者呢不需要去频繁的更换身份证 或者说频繁证明自己是谁 然后呢直接通过这种计算机的硬件水平的话 当然跟软件的结合能够实现 能够证明我才是我 好的感谢专家的点评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也有不少网友发来了留言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以前听说我爸有一个朋友要领药 结果他那会儿正做完手术 没有办法本人去领 还好慈善总会的人非常好 亲自送到医院给他 但是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常有 现在有他人带领了线上随访 医生直接可以在线开处方 方便很多 联网加慈善真的给患者带来了太多的便利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不过现在只有几种药物能够带领 也希望以后其他的药物也能尽快地实现 他人带领和随访功能 好的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再次回到十分关注 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药品援助管理系统平台的成功上线 标志着总会药品援助管理工作 从线下走到了线上 实现了跨阶段的飞跃 这不仅是移动互联网向大病领域延展的关键一步 更是互联网加向大病慈善援助工作纵深的创新之举 对中华慈善总会今后的药品援助慈善事业发展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借助着互联网加这一平台 创新创造出更多的便利之举 让更多百姓真正受益 好的 再次感谢今天在互动平台上参与讨论的网友 也请大家继续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